当我第一次听说到男友地下城这个大胆设想时,我便深深迷上了他。 这款游戏将约会模拟的玩法融入到了黑地斯风格的俯视角地牢探索之中,你使用的武器同时也是你的梦中情人。 游戏的战斗玩法颇为有趣,敌人种类也不少,而更重要的则是那些用心设计的角色们。 然而,游戏中的人际关系则显得有些直接,经常让我觉得我是被迫陷入一段感情,而不是经过自己的选择。 而且,主角和反派的互动也过于亲密,同样有些悔气氛。 在男友地下城中,你将扮演一名从来没有约会过的人,每天都用着稀松平常的方式寻找对象,那就是探索地牢。 你将在地牢中寻找那些可以变身炫酷武器的人,而这些武器还会反映出他们的性格。 你瞧,这位就是一把剑。 拎着这些拟人刀剑砍人本身确实没什么浪漫的,不过他们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调情的机会。 在海滩小镇里,事情还会变得更加复杂,你发现你的武器开始接连失踪了,此时你不得不进入地牢,并且一个个找到这些失踪的武器。 当然,最终目的还是跟他们约会,七位浪漫的候选人各自的武器都不尽相同,例如罗万是一把镰刀,能够施放一个黑洞,而艾萨克是一把穿甲剑,拥有格挡的技能。 不同武器的移动速度也不同,匕首会让你更敏捷,但笨重的镰刀会让你减速。 在男友地下城中,最不缺的就是浪漫了,每一把武器在你救出他们的那一刻就爱上了你,或者至少也发展出了一些好感。 在大部分约会模拟游戏中,我们都会先经历介绍阶段,不过在男友地下城中,玩家可以直接进入正题,你更需要担心的或许是应该拒绝哪些人。 不过,为什么我不全都要呢?这种设计其实也有弊端,因为你没有足够时间全面了解一位候选人,就得匆忙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把所有人都撩了个遍,就怕自己错过什么剧情。 每把武器的好感度都有6级,你可以通过杀怪来提升好感度,每次提升好感度都有独特的约会剧情。 在前三个等级中,你似乎还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进一步发展的。 我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陷入了无把武器的修罗场,根本无法自拔。 大夫人一开始也许并不会考虑让某些关系停留在友情上,当我第一次得知有些角色非常介意我开后宫时,我这是失望透顶。 虽然这样做不会在游戏中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但得知他们的反对也会让我感到沮丧。 每个武器喜欢的交往方式,他们各自的故事,还有他们的性格都不尽相同,有些人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另一方面有些人的故事就显得比较平庸了。 其中有个角色的人生故事,简直就是平庸的代名词,和角色们对话时,主角的对话选项显得有些前后矛盾。 我感觉很难靠游戏提供的对话选项来营造一个可以代入的主角形象。 如果你不喜欢某个角色,你当然可以选择跳过和他们的发展,但是难有地下城的设计意味着这样做也会带来后果。 例如,这样一来,你也无法把他们作为武器来培养了。 为了升级我的大刀,我不得不忍受索耶娜枯燥乏味的故事线,这真是一段糟糕的回忆。 说起糟糕的时光,男友地下城的反派是艾瑞克,她不仅粗鲁无比,还喜欢对他人平头论足,但最糟糕的是,她是你第一个约会对象。 不论你如何选择对话,你最终都会充满鄙视的结束和她的关系。 考虑到她的性格实在一言难尽,这个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无视这个讨厌鬼,一开始这还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触发三个角色事件后,我才意识到,她的恶心之处根本令人无法忽视。 如果你不回她的消息,你甚至都无法结束这段剧情。 更糟糕的是,在结局时,我还试图在她跟踪狂事的PV手段中,寻找哪怕是一丁点的优点,而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了。 男友地下城平庸的约会玩法以及反派的糟糕互动十分令人惋惜,因为游戏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 例如游戏的音乐自始至终都十分优秀,角色的塑造也十分多样,不仅可以迎合各种口味,而且每个人都充满了魅力。 此外,美把武器的技能也非常有趣,游戏中有着大量独特的武器种类,再加上随机生成地牢所带来的挑战,这样游戏的可重复游玩性非常高。 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即使算上小boss,每个地牢也只有12到13层,探索地牢的玩法总体上是十分好玩的,只是要能再多哪怕一个地牢就好了。 因为如果你想解锁所有的剧情,现有的两个地牢很快就会让你感到逆烦。 例如,你得给心思寻找制作配方,从而提升你的属性,还得给男友送礼物,还要寻找可以提供buff的服装。 寻找配方是我后期游玩的主要动力,因为我提前完成了剩下的角色剧情,之后选择了最终决战作为游戏的结局。 你在决战时选择的武器,基本上就是你的官方CP了。 我说基本上是因为我在游玩时攻略了所有的角色,因此我并不觉得和哪个角色的关系更加亲密,不如说我感觉有些愧疚。 男友地下城本可以成为一款完美的融合了地牢战斗的约会模拟游戏。 但游戏中与反派的互动令人不适,对话的选项和故事质量也良有不齐,约会的玩法也有很多限制,这些缺点都让游戏减分不少。 游戏中武器设计不错,真希望能拿它们砍更多的怪,也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开始一段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